一首歌是在我大學 我現在就讀台東大學 然後大三 然後就是在我大一的時候做的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就是 那時候就是無聊就彈個吉他然後唱一唱 然後就就噴出來這個旋律 之後再再把一些詞靠興趣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也因為我在台東讀書 然後我原本住的家是在台北 然後部落在花蓮這樣子 然後以前在台北就很少時間可以回部落 就是一個感觸啦 就是一個感觸做出來的這種歌這樣子 就是希望有時間我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自己的部落 不管是部落還是怎樣 就是有時間衝動就回家看看家人 然後關心最近好不好啊之類的 就是回家至少家裡有人有家人可以依靠 在外面就是靠自己靠朋友這樣 對蠻辛苦的 好接下來 接下來 現在我在唱一首中文歌 對這首歌 這首歌怎麼講 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意義蠻深的 這首歌叫 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鄭怡農的 好聽的一首歌 但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唱好 因為其實 蠻緊張的 對 我每次唱都會 唱錯 對 希望就是可以很穩的把它唱好 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請你別放棄了世界 請你別放棄我 就像我始終願意 靜靜聽你說 聽你打開一扇門 讓回憶流過 不許有時候 殘忍 不許有時候 天真 不許我從來沒有 面前一個 大人 當我想牽你的手 當我向你一起走 就算我保護著自己 請你別放棄我 就像我始終願意 看見你的痛 看見你慢慢鬆開 緊握我的牽頭 看見在某個瞬間 我們不知了 我們不知了 不知了 大人 風 當我想牽你的手 當我想你一起走 當我想牽你的手 就這樣吧 不需要困惑 就這樣吧 不需要困惑 謝謝 對 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請你別放棄我 這句話非常的好聽 好 接下來 掰掰 嗯 感谢观看